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Licy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短发烫发 我们先来看一下模特的素材 我们模特的素材呢 它的头发是一个整体来说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我们可以从后面看到它的头型是比较平的 那一般后头部比较平的这种头型呢 两边的宽度会宽 同时呢它的头发呢 从镜头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点微弱的自然卷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应这样的素材 我是怎么样去操作的 好 接下来我们先开始分区 好 我的区已经分好了哦 分了一个浅厚的分区 那我们的后头部呢是分到哪里呢 分到我们整骨以上两公分的位置 从高的地方微微的斜向前 那这样分区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模特的头发呢比较多 还有就是它头比较平 那头发多的时候 如果这里我们是分平的 那中间的堆积的这一块呢它会特别厚实 所以呢我分了高的地方呢 是高点在我们正后面 然后呢低点在耳朵的旁边 那通过角度的提拉这个位置呢 去的量会非常的多 那这样的话 哎 我们的后头部的堆积的地方 会容易被我们拿掉发尿 好 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头发的长度 头发的长度呢 一定要比我们最重要的那个长度呢 长两公分左右 减平就可以了 自然垂落不要带脏力 当我们设定好长度以后呢 我们选择提拉角度 头往下低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角度呢抬到接近水平的位置 因为我们的这个模特头发比较多 同时我今天想要去表达的发型 是波波和有层次之间的一款发型 所以呢我们的角度要捏微的抬高 抬到轻堆积的角度 好 第二片呢我们微微的分斜向前 头往下低15度 抬到平行我们分分线的位置 注意 发片不要往后靠 原位去提拉 因为头发太多了 不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的靠位 还是一样的 颈侧点以内呢我们都是原位去捡 一定要每一个找到我们自己的参照 提拉到平行我们的分分线 手呢跟随我们的分分线一样的去变化就可以了 手呢慢慢的跟下来 好 这个时候呢已经到我们颈侧点以外 那我们呢要保留这个长度 所以呢全部往后带 在我们小转角的地方微微的向下滑一个C 尽可能的保留我们边缘线的长度 好 也是一样全部靠到颈侧点 注意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向下滑一个C 来保留一下我们边缘线的这个长度 因为今天我想要去表达的发型 不是说要把这个发际线都减缺掉的那种发型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留这个长度 好 来到我们最后一片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里的分分线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我们缩你发片的时候不要往上去缩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往上去缩 这个位置很容易短 我们要顺着它 顺着头发生长的方向慢慢的缩下来 然后呢定到颈侧点的位置 手的脏力要放轻 以我们后驱的长度为引导 剪掉 好 那这样剪完以后呢 我们这个位置它会有一点点重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水平提拉 扳手 然后呢用点减的方式 把上面这层的重量呢微微的拿掉一点点 不要去破坏下去的长度 好 那这一侧呢我们就已经裁剪完成 来到我们另外一侧 好 剪另外一侧呢 我们的相同知识点呢都是一样的哈 人站在紧侧点以外 然后呢我们梳子从后往前梳 然后看到我们后半部分的引导线 然后呢我们直接开始剪就可以了 如果你已经看了前几集我们的线上课 那我相信你对这个技术呢并不陌生 那如果我们把要点都记住了 可是如果我们裁剪还是会有一点点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姿势的问题 可能就是我们动手能力比较少 当我们剪的越少以后呢 对技术的掌控就会比较薄弱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在头膜上 然后呢多多的去练习这样的剪发方法就可以了 好 到我们紧侧点以外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 全部靠到紧侧点的位置 同时我们下半部分这一层的头发 我们要滑C 梳子放垂直往下轻轻一滑 再梳到90度 好 看到我们后去的长度 然后剪掉 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头发的改变性会比较多 那如果今天我们要把转角边缘线的这一圈 我们把它剪短 那也就意味着我今天的这个发型变化它会比较少 所以我给大家一般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尽可能我们可以先留长 等到我们头发烫好结束以后 我们才根据整体的效果去调整 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安全 好 然后呢我们水平去划分 然后呢反手 原位啊不要向前也不要向后 原位 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尖锐的角 我们把这个尖锐的角呢去点减一下 这样呢我们顺着发迹线梳理的这个地方 它不会过于的太厚 当我们下去裁剪完了以后呢 我们选择一把削刀 然后呢把我们的底线削掉半公分左右 那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刚才一开始定的那个长度的硬线 我们去把它拿掉 在这个位置不要拿的太多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提拉剪层次 不用去设定这个底线 它这样剪出来的头发呢会比较柔 但是这样剪出来的头发呢 它的安全性会比较弱啊 但如果你的控制力好是可以的 那如果我们的控制力比较薄弱 那你还是像我一样的 先定一个底线我们再来拿层次 拉完层次以后再选择削刀去把底线削一下 它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好那这样呢我们的下半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来到我们的上半区 我们的上半部分呢 我选择分的是一个微微的圆弧形的区域 那为什么要这么分区呢 是因为它的头发 这里会比较平 那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重量区域 所以呢我们这个位置要低 然后呢两边要分高 那为什么两边要分高呢 是因为一会我们再往前去提拉的时候 这个位置会剪的比较多 那这个位置呢它比较低嘛 剪出来会比较少 那这样的话我们两边可以收的很紧 然后后头部呢它会有一个微微的自然的弧度 斜向后去分区 往前带 以我们下半部分的这个长度为引导 轻堆积的角度 慢慢的往上抬 因为头发太多了 在这个位置你不要剪的层次过低 如果你剪的层次过低 这个头发会特别厚重 注意这个分分线不要过于的太斜 我们尽可能呢30度以内就可以了 当我们第一片的引导线剪好了以后 那剩下的呢都比较简单 一样的 手呢要微微的向内收 因为它的头发呢整体来说是有点自然卷的 特别是在中部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会选择用平茧的切口去完成它 让这个头发呢尽可能发尾不要过于太薄和太碎 保留一点点自感 让我们的头发呢还原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全部都是2-1 3-2 4-3 那当然啦如果今天我们的客户是一个头发比较硬的 但是也没有那么多自然卷的 那在这个位置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点减会比较好 定可能的减超过哪里呢超过我们的中心线的位置 另外一侧也一样往前带超过我们分分线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角度先降低 找到我们下半部分的这个长度 以这个长度为引导 角度慢慢的抬高 但是要注意这个慢慢的抬高呢切口还是一个轻堆积的切口 它并不是一个去除的切口 很多时候我们在抬高的过程中呢容易剪成这样的切口 那如果我们剪成这样的切口以后这个头发的饱满度会容易丢失 所以这个细节大家一定要特别注重 剪这个头发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我们的提拉对了我们的角度对了我们的切口对了 那这个头发呢几乎没有太多的难度啊 剪反手边的位置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发片分薄 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其实我剪反手边的时候我的手是抬了三下的 慢慢的抬高 那抬高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层次尽可能的走的匀一点 我们的手呢要微微的向内去收 如果我们的手不收 那这样剪完了以后圆呢中间会特别的切 再来 慢慢的剪 剪到我们剪不到为止 再抬高 它是一个非常均匀随头型的轻堆积层次 剪完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左右的去输它 看一下它有没有硬线有没有盾口 如果有硬线有盾口的话我建议大家全部提拉起来 然后呢我们用小点剪去完成它就可以了 好来到我们的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呢也跟我们的下半部分是一样的 从侧面开始剪往前去带 那剪上半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小挑剪了 先抬到水平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再微微的抬高一点点 把这个角去掉 让我们的这个头发呢它不要有过于明显的重量感 这一类的发型呢都属于是比较年轻的客户的发型 那年轻的客户的发型呢我们的头发尽可能重量感不要太重 如果我们的一个发型重量感太重剪完以后呢它会偏成熟 也没有对和错只是我们对作品的一种理解哈 就是一种表达方式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一直剪到我们的另外一侧 然后再抬高 那很多同学在剪这个区的时候呢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一开始发片就抬得过于太高 导致上半部分的头发过于太短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头发出来的结果它会比较中心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侧先往前去带 把这个角呢微微的去拿掉一点点 不要再抬高 其实我们摸到的这个头型 它是两边长的不是很一样的 这边呢会比较高一点 这边会比较低一点啊 在视频中应该是能够清晰的可以看 好那这样呢我们整个后半部分就已经结束 好前区呢我们分上下的两层 然后呢先把耳上的这部分我们微微的向后 自然垂落往后去梳理 然后呢看到我们后区的引导线 后区的底线为引导 慢慢的把它削掉 在这个位置呢我选择的是一把削刀 尽可能在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切口小一点 好再把这个位置的头发呢自然的放出来 再以它为引导 向下酥向后带 张力放轻 再把它拿掉 好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就可以了 上半部分呢自然垂落 以我们下区的长度为引导 削掉削一个等长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先不用着急去做层次啊 好这一侧也一样 从耳上的位置开始 前后分区 一定要自然的垂落 自然的梳理夹在耳朵的后面 以我们后半部分的底线为引导 削 再以这一撮的头发为引导 再把它削掉就可以了 好得到这个结果就可以 这一侧也一样 那剪这种技术呢 尽可能的建议大家使用削刀啊 因为它角度拉的极其低 如果我们选择用剪刀 这个头发剪完以后会比较生硬 当我们的轮廓建议好了以后呢 我们上半部分的头发呢 横向去分区 微微的向后带 以后区的长度为引导 小点剪 剪一个反头形的切口 去保留什么呢 保留我们牛海的长度 一样的原位去提拉 往后带 因为我们摸走的这个头发呢 它实在是比较多 所以呢我选择的是原位带啊 如果我们在现场 遇到那些头发比较少 或者是头发比较正常的 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我建议各位呢 都往头顶的方向去拉 这样的话 我们两侧的长度 容易会被保留 拉到头发自然生长的位置 尽可能我们把牛海牛长一点 这样的话剪完以后它会比较酸 剪到我们转角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暂停了啊 剪到转角以后 我们要纵向去分区 以我们后半部分的长度为引导 往后带 提拉到哪里呢 提拉到我们转角的这个方向 然后呢我们调掉 尽可能要保留底线的长度 往后靠一片 这样的话我们的前面的长度 就会容易保留 如果我们随头行去剪呢 我们前面的头发容易会被剪短 也是一样的 2带1 3带2 4带3 那这时候呢我们越到前面呢 剪的就会越少 一定不要随着这个头行下来啊 如果随着这个头行下来 我们这个位置会容易剪的很短 当然如果你是想要表达 前面比较短的是可以的 但是呢它不是我今天想要去表达的方向 好 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这一侧结束 来到我们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呢我们也相同啊 当然了有时候我们在现场做到 那种比较温柔的客户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可以剪一个 随头型的圆形 那样剪完以后呢我们的头发会比较温柔 它不会有我们视频里面的这个头发 那么的帅气 好一样的往后带 点茧不需要太大 因为这个头发呢它是一个自然卷的 点到我们转角的时候呢我们纵向的分区 以我们后区的长度为引导 拉到我们上转角的这个位置 往后靠一片 点茧 往后 手不要跟下来 保留底线的长度 那当然了有时候我们在现场 也会遇到那种特别想要很帅很帅的那种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跟下来 这样剪完以后呢我们的耳朵旁边呢 它是一个发际线的形状 然后再配上一个大牛海呢 我认为那样的发型也会比较酷啊 比较好看 那种发型也是ok的 前半部分的牛海呢这个位置会有一点长 我们往前大 把这个尖角呢微微的拿掉就可以了 所有中间的头发都往第一片的位置带 挑掉 有我们就剪 没有咱们就不剪啊 好那这样呢我们整个结构就已经完成了啊 大家可以看 它是介于薄薄和短发之间的一种 如果我们的客户是第二次想来改变发型 那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头发呢也是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打薄 好我们打薄呢分一个上下三层 下半部分呢因为层次剪的比较丰富 再加上它发质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高角度提拉 然后呢我们打发尾的三分之一处 发片一定要慢慢的向上抬 这样打的出来以后呢我们这头发它会有更多的空间 不需要往后靠 你只需要往上抬就可以了 一个发片呢我们可以打两下到三下左右 把我们刚才剪齐的那些切口把它打柔一点点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让它那个切口的发尾不要过于的太重 抬得越高越好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下半部分就可以了 中间的这一层呢是我们头发自然卷最厉害的地方啊 所以中间的这一层呢我们发尾不要去动 我们全部贴根去打 发片分的非常的薄 拉紧 去把它头发的发量呢整体都拿少 但是呢要保留发尾的质感 这样的话我们的头发呢它就会 既有质感又有空间 如果我们的头发是一个自然卷 你还打发尾那它很容易翘啊 中部的位置呢我们挑二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少打一点保留它的厚度 我们可以吹干了以后再来做都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种自然卷的头发 我们湿发去看的时候它其实是不太稳定的 因为不知道这个头发吹干了以后 它到底能碰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所以给它的建议是尽可能保留厚一点去烫 烫完了以后再调整会比较安全 另外一侧的转角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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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择的牙茧呢都是10%的 去发量呢并没有特别多 当我们要打发根的时候一定要拉紧 同时发片要飞得非常非常薄才可以啊 好打到我们后半部分的转角的位置就可以了 打过发根的地方发尾不要动 打接近发尾的位置 间隔挑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后半部分呢就结束了 它是从薄到柔和再到粽的一个过程 耳上的这个位置我们贴根打 耳上点以前打发尾的三分之一速 落塞的这个地方打深一点点 因为它落塞比较靠下 然后呢上半部分呢排高 角度越高越好 前半部分的位置呢打发尾的二分之一速 看得到前后的酿感统一就可以了 好顶上呢二分之一速 一样的高角度挑就行 整个顶区我们的打薄都是一样的 牛海的地方先别动 耳上的这一片贴根 这样的话我们耳朵上方的这个位置不用很厚 这一片二分之一速 好前半部分 哈哈哈 好那这样呢 我们的整个打薄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做操作 好我们这个发型的抬杠逻辑呢 我给大家自己说一下 其实我们的头发非常的多 那它的头顶其实不需要烫 一会吹干以后它自己就会松起来 那我们烫的目的呢 最主要的是 第一个我们牛海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点点卷度 这样的话会比较漂亮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它中部地方有点自然卷 我们要把自然卷的地方呢 稍微做顺一点点 然后呢发尾中部 然后呢去给它去收紧一下下 然后边缘的地方呢 制造一点点卷 这个头发就会特别的漂亮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排杠呢 都是围绕的第一个边缘的卷度去做 第二个呢把它自然卷的地方 用药水去软化一下 让它变得顺一点 有光泽一点 那头顶呢是不太需要去考虑的 那如果我们头发 客户头发比较少 如果你头顶要烫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择分薄的发片 你再去烫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今天我是不会选择 烫到发根的哦 牛海的分区呢 我们找到顶点 中心点的基准点 然后呢 我们分到这个是最高的地方 宽度呢 我们分到哪里呢 我们分到退化点的位置 就可以了啊 药水呢 我们上泥头皮 还是一样的啊 泥头皮四五公分的样子 好 我们的药水上匀了以后呢 我们选择一把 稍微宽一点的梳子 然后呢 把我们的发根呢 去渗透一下 把我们下半部分的 这一层的发根 我们都要上到药水 水平向上三十度 往中间的方向带 选择我们冷烫杠的二号杠子 我们用一个杠子去完成它 向内卷 一圈 一圈半 两圈 都可以了 一定要看到 从侧面看 这个杠子 把我们的发根 都顶起来了 才可以哈 好 它头顶的位置呢 我们选择分一个杠子 一半的宽度啊 分一个方形的发片 好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选择烫一圈就够了 不要烫太多的卷 因为头发本身很多 像这种头发呢 层次都在上半部分 如果我们上半部分也烫了很多卷 整个头发上半部分会很大 选择烫一圈 选择跟我们牛海一样的二号杠 向后去卷 垂直中间去提拉 好 一圈 卷完一圈以后呢 已经没有药水了 我们再往下去卷 卷到发根 这样的话 我们烫完的头发 它没有压痕 如果你们头发需要烫到发根 发根也要横起来的话 你们的药水 可以上到发根的位置 同时呢 这个发片分薄薄的一层 就可以了 好 来到我们侧面的这个位置 我们呢 把头发呢 剥开去看 其实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它的头发 其实还是比较有点卷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直接烫发尾的话 吹干了以后 这个质感会不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要把药水涂到发根 我们先把头发呢 分成小层小层的 去找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从镜头看到吗 这个位置它就很有 很顺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不用放 那这个位置 你看可以看到 就像电过发根一样的 这里一定有点卷了 所以我们腰腿放到这个位置 涂抹到发根 不要梳下来 不需要梳下来 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前半部分在这里它没有 那只有后面有 那我们就做后面就可以了 尽可能的贴到头皮上啊 这样的话 你这个位置呢 也可以用药水去做一个服贴 它烫完以后呢 它两边也不容易会宽 好 越到上半部分呢 就已经越少了 上半这一层呢 我们不要去做啊 这一层它没有卷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做 这一层不做呢 做一个什么呢 贴着 然后一个自然蓬松的过渡 以我们后区这个杠子为中轴 直接直上的划分 这里呢 是我们后半部分的头发 今天我们的这款发型呢 大家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前面长 后面短的头发 所以在这里的分区呢 我们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水平 分到哪个位置呢 分到我们转角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这里呢 是在下半部分的 往前去梳 往前梳到我们法际线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呢 我们烫一圈半 前面这个位置一圈半 后面这里呢 其实我们只有半圈哈 这样的话 我们前面烫一圈半 可以跟我们前面这个卷度呢 它去做一个玄接 然后呢 后面我们烫一个小半圈呢 可以收紧我们后半部分的这个位置 尽可能选择一个宽子梳来梳 手放斜 斜向前 还是一样的 选择我们的冷烫二号港 然后呢 朝内去卷 朝内卷 好 卷完有一圈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把后面去抬高 注意啊 在这个位置 你别顶到发根了 还有就是呢 我们这个法片的中部 是没有要水的 这样的话 这里呢 它不会取卷的特别生硬啊 好 这一侧的这个位置呢 它也是有一点点 那这时候呢 我们放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不需要每个位置都去操作啊 你就找到这个头发卷的 空的毛罩的地方 我们去放药水就行了 分水平的分区 分到我们转角的位置 把头发的表面梳过来 放药水的这个地方 尽可能不要去梳到它 因为我们如果一梳到它 这个药水就会顺着它下来 往前带 带到前面的法际线的位置 前半部分烫一圈半 后半部分烫小半圈 手呢 摆成一个斜的45度 然后呢 朝内去卷 好 有一圈以后呢 如果我们再这样卷 是不是这个位置取谷瓜了 那从正面去看的话 两边会特别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一个杠子的移位 把后面去抬高 把前面去压低 这样的话 我们套完这个头发呢 它既可以流向向后走 同时从正脸去看的时候 它不会有特别鼓的痕迹 好 从我们的视频当中呢 你要看得到这两个杠子呢 它是接近水平的才可以 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 是斜的斜的斜的 那也就是意味着 可能我们的角度和 杠子向后抬的这个方向 是不够的 一定看到它平的就可以了 好 耳朵旁边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是趟一个向前勾的 一个痕迹 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头发呢 直接向后 向下去梳 药水呢 梳到我们哪里呢 耳上的这个位置 选择的这个杠子呢 一定是在这个位置 可以卷一圈半的 往后带 看到耳垂 往下 然后呢 手 这个手呢 你要贴住它的耳背 然后呢 这个手的斜度呢 一定要跟它的连击线一样斜 这样烫出来才会比较漂亮 然后呢 我们的发尾一定要向下 发尾不要向上 发尾向下 然后呢 我们往前选择一个反卷 就可以了 这一侧也是一样的 以这个线为中轴 然后呢 我们垂直去画头 所有的头发往后梳 药水呢 我们梳到耳上最高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要再往上梳了 因为上半部分呢 我们烫不到 就尽可能我们上药水啊 你不要上到你不烫的地方 有两个好处 这样上药水 因为如果我们上到不烫的地方 第一个呢 这个头发会受损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卷度会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不需要啊 因为卷度一多 整个头呢 它就会显得很大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烫哪里 药水放在哪个位置 既可以保证 它的发尾的安全 同时呢 你的卷度不会超 那你烫完以后呢 头的体积不容易会变大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前半部分就已经完成 来到我们的后半部分 好我们后半部分呢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分一个圆弧形的区块 高角度去提拉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啊 烫一圈 角度一定要抬高 然后呢 我们选择大一号的杠子 比前面大一号的杠子 一号杠 然后呢 我们选择向后卷 让这个头发呢 不要有卷度 但是呢 它有一个自然的纹理 然后呢 落下来会比较自然 找到我们耳朵以上的三个手指的宽度 微微的向下去划分 另外一侧呢 我们也一样 分一个V形的区域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选择斜向前去划分 斜向前去分区 斜向前去分区 把所有的头发呢 我们向后去输 向后去带 带到哪个位置呢 带到我们紧侧点的这个位置 往后 角度不要拉低了 角度呢 我们拉到45度的角度 那拉到45度的角度 这样去烫完以后呢 这个落下来 它卷度会比较自然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 拉得很低呢 这个卷呢 它会特别的聚拢 聚拢了以后呢 它卷度会不生动 不会那么的好看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去烫一圈就可以了 往后带 带到紧侧点的位置 手呢45度 然后呢 选择跟我们前半部分 同等大的杠子 垂直向前卷 发尾向前 垂直向前 好 再来一片 也是一样的 斜向前去划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分到紧侧点的位置了 往后 也是一样的 角度抬高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选择 小两号的杠子了 同样的 发尾呢 往前 垂直 往前卷 保证我们的发尾 不要向上甩 就可以了 好 这一侧也一样 直接分到我们 耳后点的位置 往后带 角度提高 提到45度 烫一圈 手放垂直 选择跟我们并角一样大的杠子 然后呢 直接朝前卷 往后带呢 可以收紧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也往后带 这样的话 我们头发呢 中部会有空间 好 这个时候呢 也一样 也是一样 前去划分 分斜线 也是一样 高角度 那其实在这个发型上呢 我们尽可能 就是不要让它有翻翘啊 就是让这个牛项 都往前勾就可以了 不要烫翻翘 如果烫翻翘以后呢 整个头发它会过于个性 还有就是当我们这样烫出来 如果它自然的有点微翘 这样也是好看的 但是不要刻意的 去制造头发的翻翘感 好 也是一样 选择小两号的杠子 往前去卷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下半部分呢 几乎结束啊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杠子 或者是棉子来选择你 都是可以的 好 在后半部分这个位置呢 我们高角度提拉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一个什么呢 收紧的手法 杠子呢 比我们两侧的稍微大一号 因为这个位置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它有卷 我们只需要呢 它有一点纹理感就可以了 好 我们上半部分这个位置呢 我们分 分到我们枕骨以上两公分左右 分一个水平线 然后呢 把这个头发呢 我们一分为二 分成一个纵向的 这边的头发呢 往前带 烫一圈 然后呢 我们选择 大一号的杠子 然后呢 我们发尾朝后去剪 往前带 朝后卷 我们下半部分的头发呢 是朝前的 我们 我们上半部分朝后呢 它会制造很多的不同方向的动感 这一侧也一样 往前带 选择大一号杠 垂直向后卷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垂直剪呢 其实还有一个好的 就是我们更好的做过渡啊 如果我们是卷翻翘 或者是平的卷 这个地方要么就是很拱 要么就是很翘 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表达那种翘的特别厉害的头发 好 我们上半部分的呢 都把它分成长方形的 四个杠子 这一片的发片呢 我们高角度去提拉 往前带 角度一定要越高越好啊 角度别低 然后呢 选择我们的二号杠 然后呢 朝后去卷 因为这个位置呢 头形最宽的 同时呢 也是 发量最多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选择大一号的杠子 那通过我们高角度的去提拉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发片发尾啊 我们都烫得到 那这样放下来 它的过度会比较好看 好 中间的这个杠子也是 同样的高角度 你可能会想 哎 它的头比较平 为什么我们不烫一个像类的 是因为它的头发发量很多 其实我们随便烫 这个饱满度它会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去制造 它的饱满度 也是一样的烫一圈 角度抬高 越高越好 好 我们前面这个杠子向后 这个杠子也是向后 那这个杠子呢 我们就要朝前卷了啊 选择小一号的杠子朝前卷 垂直 好我们这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烫一个 烫一圈 角度抬高 选择二号杠子 然后呢 朝后去卷 没关系 如果有头发掉下来 不卷就不卷 没事 往后带 往后卷 往后卷 这样 往就可以了 这个杠子也是一样的 都要往前带啊 不要往后带 因为往前带的话 其实这里烫不到 这里烫不到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头发呢 它会是向前收紧的 好这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朝前去卷 烫一圈 不管是我们的大杠子和小杠子 烫的都是一圈 好那通过这样的排杠呢 我们这个杠子呢 刚好又这样落下来 它可以弥补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 这一中间的这个杠子 中间的这些杠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作用 就是卷度的旋软 就是发尾一点点卷 然后发尾一点点卷 做卷度的旋软 那卷最重要的地方呢 全部是在边缘的 还有就是我们牛海的位置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排杠就已经完成了 给大家回顾一下啊 我们牛海的这个地方呢 卷了两圈 然后呢这个杠子呢 我们前面是一圈半 后面是一圈 然后我们耳朵的这个位置呢 一圈半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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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后半部分 大部分都是一圈哦 只有牛海的地方 会卷的多一点点啊 希望我们这个烫发的排杠呢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看 同时去练习 好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头发加热10分钟 然后呢 我们一会看效果啊 好 现在我们已经加热了10分钟 冷了10分钟 那我们检查一下效果 我们一样的啊 先从前面这个位置 我们去检查 因为前面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最需要卷度的地方 拆杠以后呢 我们用梳子去梳一下 然后呢 自然的去抖 抖了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看得到 这个卷度的回弹力啊 这个卷度呢 越弹 它就会越卷 那越直呢 它就会越自然 好 我觉得现在这个效果呢 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接下来呢 准备定型 我们呢 把杠子还原 好 定型水已经打完了 我们要等待10分钟 我们一会再见 好 我们定型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呢 准备拆杠 好 我们拆杠 已经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们接下来去洗头 一会儿见 好 那我们这个头发呢 是刚洗完头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去催干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 湿发的感觉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 打一点点摩丝 然后捏一下 也可以哦 我们一样的 开中温跟中风 慢慢的去催干 那种油海的地方 我们往上吹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自然催干的一个效果啊 如果你们觉得 某些地方可以有点厚的话 我们是可以去调整的 就像我们往期课程一样的 就是用牙剪去调整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时候呢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这两个脚呢 是稍稍的扯出来一点点 它也会比较漂亮 当然了 这个是因人而异啊 如果你想要翻翘 那就是 探翻翘的那种结果就可以啊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发型上 不需要有太多翘的地方 如果有翘的太多地方的话 它不是那么的漂亮啊 好 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转一圈 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呢 是自然催干的效果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去打一点点的发辣 让这个头发呢 看上去线条感会更强 好 那我呢 就打一点精油 这个精油呢 它是有点油的那种哈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打到 先打下半部分的位置 然后呢 再来到我们的两侧 两边呢 往里面去收 把它呢 去压紧 然后呢 再到我们的 中间的部分 左右的 去抓 这样呢 我们的分分线 它会比较自然 然后呢 再到整个发尾的地方 最后呢 我们再撕加一点点 前半部分的发根 这样的话 线条感会特别的强 最后呢 我们吹风机去抖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它的线条感超级强 当然了 这种的话 这个头发呢 它又会更酷 更帅一些 那这个头发可以呈现的呢 其实还是蛮多种的 其实那种湿发的卷 湿发的那种 然后呢 我们打一点点摸丝的那种头发 其实也会很漂亮 当然了 那你喜欢哪一种风格 你就可以按照那个方法去做 就可以了 我们呢 打完东西以后呢 可以去拧一点点线条 好 那这款头发呢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